ULACON ZOMBIE APOCALYPSE 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要介紹一款檯木遊戲 Wave Sir Notorious 由Squid in a Box LPD開發間發行 於2015年12月16日上市於Steam 免費遊玩,256篇極度好評 喜愛檯木遊戲的玩家有福了 在Steam有兩款色彩繽紛的這座Wave Sir Notorious改為免費釋出 兩款遊戲原本皆是10美元不到的小品獨立遊戲 而免費的背後則有一個令人遺憾的消息 這款系列作可能無法再繼續開發了 因為主要開發者已經過世了 2011年Waves首作是一款光點彈幕射擊遊戲 玩家操作螢幕中央的心體 透過滑鼠瞄準並射擊周圍不斷襲來的光體 吃下能量獲得更多火力 並盡可能維持存活的rogue-like款法 續作Wave Sir Notorious在2015年以搶先體驗推出 不過未能走到1.0正式版這一刻 根據Steam社群公告 Squid in a BX團隊的作品 一直是由Rubway主要開發設計 不過因迷患癌症關係 便經常往返醫院進行治療 遺憾的是 據Squid團隊支援夥伴表示 Rub最終依然還是因發症在醫院過世 直到最後去世前 他的推特保持著對遊戲的熱情 即便他已經無法獨自站立行走 事實上 Rub不僅僅是一位熱愛創作遊戲的開發者 他也是一位懂得欣賞其他遊戲的玩家 Solus 128開發者Amicable Animal便感謝過Rub 因為Rub是第一位點出該遊戲的視覺設計 有特別針對過色盲玩家而調整顏色 也讓開發者Amicable Animal相當高興 自己花了許多時間的成果被他人看見 當然Waze就如同Steam其他獨立遊戲一樣 並未獲得太多關注 不過Rub正如同在公告中 他的夥伴所提及的幸運籤柄 Truth for the Moon所語 定下如分月般的遠大志向 即便你沒辦法抵達 你也將置身繁星之中 無論是Waze還是Waze2 遊戲中的慈禧筆落 綻放光芒的閃爍光點 是Rub一生最在乎的作品 或許也是他所看到的最美的繁星 存在多久 incapable 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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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游戏的话赶紧手刀加到院清单中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或是想要更多游戏介绍 请帮我按赞并且订阅你的鼓励与支持 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 如果你有任何想说或者想补充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